0050在我看來說 他的投資價值可能會比0056更加穩定 可以用所謂定期定額 或是向下用這個500點1000點 向下買的方式 用到金字塔的方式佈局 大家好我是黃世聰 歡迎收看本週的聰明理財大小事 那我們說說其實最近期的時候 很多投資人都問我一個問題 大概從2020年到現在為止來說的話 這個買ETF 已經變成是全民的運動 這裡面ETF來說的話 最受歡迎的當然有兩種 一個是以0050為標的台灣50 這個很多券商都有發行 另外一個是以這個所謂的高配息 為主的這個所謂高配息的ETF 這也是相當多券商都有發行 而且高配息的ETF 已經慢慢變成是 現階段所有台灣投資人最愛的 這個ETF 因為股市從18000多點往下跌 所以導致這一波很多人呢 特別是非常多的這個小白 第一次買這個ETF 那就沒想到就被討 好 那我們現在接下來的話 就跟他討論說 假設你今年的買ETF被套的時候 那接下來要怎麼樣來操作 今天就主講兩檔 元大台灣50 另外是0056 就元大這個高配息的這一檔 這個高股息的這一檔ETF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兩檔 今年的表現 以這個元大的台灣50 ETF來說的話 今年來說一度來到152.4 那現在呢已經回落到 元末在113 114左右的這個區間 從高點回落大概25%左右的這個區間 那如果以元大高股息來說的話 從這個高點36.1呢 回落的約莫也是24%左右 其實今年他們從高點回落的比例 大概都是24到25%左右的這個區間 為什麼我們要說到說這兩檔ETF呢 第一個0050目前的這個受益人數有57萬 也就是股東人數 那0056呢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股東人數有70萬 那這是什麼數字呢 我們都其實以台灣股民的前幾大公司來說 第一大當然是台積電 目前有139萬 緊接著是中鋼有113萬 再來是聯電的96萬 緊接著開發金的85萬 再來是黃海的80萬 就我們一下元大高股息 欸 出來沒有幾年的時間 股東也來到70萬 已經躍居到了台股股民的前六大 那你根本不用講 如果再加入元大的這個0050的這個 台灣50來說的話 其實他可能也排在前十大 所以你知道我們短暫的時間裡面 變成是全民運動 另外一個就資金規模來說的話 0050目前的基金規模 已經來到2323億 可以說是台灣非常大規模的一檔ETF 另外一個0056呢 他今年的這個 所謂入账大幅的增加 他目前的基金規模來到1221億 好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這個上半年ETF規模成長的前五強 大家可以看到說像第一名 就是元大的台灣50 他上半年就增加了554億 緊接下你可以看到 這個國泰的永續高股息 元大反一 然後元大台灣50政二 國泰的台灣5G 你可以看到今年其實 在這樣一個過程裡面來說 大家都把買ETF 變成是一個全民的運動 從這個元大台灣50的ETF 成立以來的這個 這個受益規模來看的話 你可以看到其實在 前幾年的規模其實都並表現的 並不是太多 一直到可以說是從 約末是2020年COVID-19爆發之後呢 這個受益人數才大幅成長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講 大部分的資金規模的入账時間呢 可能都在這一兩年時間 那如果你是COVID-19才買的 當然會賺錢 但是如果你從去年買到現在的話 應該目前是處於一個 套牢的這個局面 好接下來我為大家整理出0050 跟0056的報酬率 那這個圖表是來自於 元大投信自己本身的官網 好如果我們統計說以 這個成立到今天為止來說的話 0050呢它的績效是 473% 那0056呢它的績效是 118% 那因為當然他們成立的時間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比的是三年的績效 0050是56 0056是23 再我們比的是兩年起的績效 0050是35% 那兩年這個所謂0056呢 是7%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實 不論從三年或兩年的報酬率來說的話 0050都比0056要更好 所以很多人都說哎呀 最近期很多人會喜歡買這種高股息 主要原因就是說 因為它有定期的配息 很多人很喜歡這樣子一個配息的觀念 但是實際上的績效來看的話 我們可以發現到說其實 大部分的高配息 其實它的表現都比0050還要更差 或者說比台灣50要更差 那這到底是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狀況呢 我跟大家整理出 他們主要投資組合不一樣 比如說以0050來說好了 這檔台灣50呢 因為你可以看到它的權重呢 第一名的話是台積電 它的權重是44.7% 也就是說 它其實台積電已經佔了六成的比重 第二名是鴻海 再來是聯發科 我覺得也可以這樣說 以台積電為主搭配一些 其他的這個台灣的電子股 或是台灣的一些其他台灣50 組成了一堂ETF 你可以這樣來講 另外一個就0056來講的話 我為大家講0056目前為止 第一大持股是 典勇 那第二大持股是華碩 緊接下是陽明 廣達 仁寶 長榮等等 這樣一個狀況 好那我為大家圈兩個圈 兩個圈是什麼意思呢 在選說今年可能會高股息的 那你要選今年高股息 一定有一個前提是 去年可能要獲利非常好 今年才會配高股息嘛 那可是問題這會陷入一個迷思 也就是說 因為你一直用這種所謂的高股息 當成一個選股的標的 因為常常台灣的產業是這樣 你會選到很多景氣循環股 那一旦選到景氣循環股的時候 你很容易會賺的股息 但是其實你是賠了價差 我怎麼這樣講 我舉聯勇為例 聯勇來說去年當然是大賺錢 他賺了五六個股本 所以今年勢必大配息 可是因為他受到 整個IC產業的不好的影響 特別是驅動IC撒價 血流成河 他股價已經從五六百 跌到兩百多 另外一個我舉陽明 或是圈起來的長榮為例 他們去年當然獲利大賺 都賺非常多的股本 今年勢必 今年已經大配息 所以他們就買了 可是問題是長榮 如果你從他買進的時間 到現在為止來說 除非他買到百元以下 否則你看如果買在 一百二一百三以上的話 其實今年 他反而是賠了價差 陽明也是類似這樣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個 所謂的 所謂的高股息 其實你要去仔細看 他裡面的因子 如果他都是選那種 過去一兩年會高 一兩年高配息的 我覺得那反而會讓他的股價 陷入一種比較大的震盪的局面 這是可能我們在投資所謂0056呢 要注意的一個狀況 那接下來我們怎麼操作呢 第一個重點當然是 因為國安基金已經在上禮拜宣布進場了 那國安基金進場來說的話 我為大家整理出 其實他有七次進場的這個狀況 第一次呢是在2000年的這個第一次政黨輪替 第二次是在網路泡沫 2000年的這個10月 再來是319的槍擊案2004年 再來2008年的金融海嘯 2011年的歐債危機 2015年的入股暴跌 還有2020年的所謂的新冠肺炎 好 那我們就講 事實上這幾次的入場來說 我為大家整理出另外一張圖表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到一直到第八次的進場時間表 那我們仔細來看 事實上這一次 這個所謂我們直接講結論 國安基金我們可以看到 之前的進場點都是以10年線 下面有一條 這個 這是一個所謂台灣加權指數的月線 那下面那條藍色線是120日均線 也就是10年線左右的位置 好 如果你可以仔細來看 其實 這個過去國安基金進場的時候 都可能約莫靠近10年線所有的位置 那這一次呢 其實他有兩次呢 其實是比較偏向失敗的操作 大家仔細來看 第一次8682點 雖然說他後來出場點是賺錢的 可是他的進場點是相當的高 你可以看到距離10年線都相當相當的遠 如果你是跟著他進場沒有跑掉 你再抱個一兩年 其實你會虧非常多 所以距離10年線越遠的時候 我們認為說其實進場的風險是越大 國安基金進場風險越大 那目前我們10年線的位置是在11000點 所以顯然 這次國安基金進場的點是有點早 那到底會不會真正就是底部在 我認為還要再觀察 因為我們按照過去歷史的經驗來說 國安基金進場之後 他不見得會買到最低點 往往也沒辦法買到最低點 他大概會有4到5個月之後 會見到真正的底部 所謂底部是可能觸底或是開始打底 所以我覺得至少7月進場還有3到4個月 4到5個月的時間點 另外一個重點是在互盤成功或是失敗 其實倒不是在國內本身 因為我們知道台灣其實深受國際的影響 所以你要這個國際因素 如果沒有困擾的話就會成功 如果國際因素繼續困擾就會失敗 所以其實他不見得能夠保證是最低點 但是我們可以跟大家下一個結論是 4、5個月之後必然會見到低點 但是具體的低點在哪裡 其實以國安基金過去的操作邏輯 是沒辦法知道的 另外一個我們知道台積電 在上個禮拜也舉行法縮會 當然台積電說的法縮會是相當相當的棒 所以也就是說 因為台積電的業績表現非常好 成為一個人的武林 所以看起來的話 不論從國安基金或從外資的角度 他要賣 要大幅再大幅賣超台積電的 可能性就很低了 那國安基金的可能也會用台積電 當成是一個護盤的標的 所以在這樣的前提之下 0050 他的抗跌力道就可能會比0056更好 這是台積電法縮會之後 帶來一個轉變的一個狀況 那接下來我們還要看什麼樣的變數 我覺得主要變數有幾個 第一個台幣是不是繼續貶值 因為目前美元 還是一直在轉強的態勢之中 台幣一直貶值的時候 外資會一直賣超 這個會讓台股 或是說0050、0056 表現空間就會比較小 另外一個就是歐債危機 他如果留意到的話 近期來說 意大利的債務風險其實又再起 包括說像德拉吉 也就是前央 前歐洲央行去擔任了 意大利的總理之後 他可能要辭職 另外一個就是中國 我們到中國這幾天的時候 有包括說房地產的這個危機 所以我覺得 這些危機來說的話 具體來講並沒有完全的消除 所以你要說在目前現階段 怎麼去操作0050、0056 我就給大家幾個結論 如果對比0050跟0056來說的話 0050因為它有台積電 而且是台積電一個非常大的權重 所以我覺得逢低 其實是反而可以去接0050的 也就是說你可以往下 去開始嘗試低接0050 但是0056 因為它是比較偏向一個 所謂的高股息的這個股票 通常在股市落底的局面裡面來說的話 會是大型股先落底 特別是最重要的權重股會先落底 緊接下一段時間之後 0056才會落底 所以它落底的時間是有先後順序 所以你可以等到0050 你可以用0050去拆底 那等到0050真的落底之後 你再去買0056的高股息 這可能你接下來的這個策略會比較好 我剛才提到 假設你今年已經被套牢了 那你接下來怎麼操作 第一個定期定額 譬如說未來接下來四五個月 可以見底的話 好那你就在這四五個月的時候 每個月每個月每個月買一張 或是說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買多一點點 因為我們知道這時候是可能相對的底部 或是說可能時間就四個月 好那你可以往下 倒金字塔的買法 譬如說我這個月買一份 越來越靠近底部了 下個月可以再買兩份 然後再三份四份 這樣就靠近底部 去用一個倒金字塔型的佈局 你反而在底部的時候 可以買更多 因為通常這種ETF都是在 底部買越多越好 另外第二種策略是 你可以往下買 譬如說現在的指數是在 14600點左右 你可以往下 譬如說往下500點 往下1000點買 500點的時候買一份 1000點的時候買兩份 或是買三份 往下的時候去慢慢的承接 因為通常這種ETF 它跟股票不一樣 如果你股票用這種承接方式 我倒沒有那麼建議 因為股票有時候 可能你萬一買到地雷股 它就直接下市都有可能 你反而倒金字塔會更危險 但是這種0050 0056 這種所謂的一籃子股票的組合 它基本上是不會下市的 所以你往下買的時候 可能就是它具有一個 比較大的這個優勢 那這兩個可以互相併用 用這樣子的在底部的時候 去多增加你的ETF的這個比重 甚至是你資金大的 你就直接用向下金字塔去布局 或是說我們剛才講的時間方法 一個月一個月買的方式 因為我剛才講到一個結論是 如果按照國安基金建廠的 這個角度來講的話 過去來說 四五個月可以見到底部 那所以底部應該是時間也不遠的 而且按照所謂國際的這個推估來講的話 今年的11月的時候 美國跟台灣都有選舉 那按照過去美國的經驗來說的話 通常在總統的第三年 任期的第三年 股市也是表現不錯 所以或許如果按照這個時程點 跟邏輯來看的話 我覺得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那最後做的結論就是 0050在我看來說 它的投資價值可能會比0056更加穩定 只是說呢 現在都是要靜待一個時間 可以用所謂定期定額 或是向下用這個500點1000點 向下買的方式 用到金字塔的方式布局 在這個底部多一些ETF的部位 可能對你長期的投資的 報酬率的拉升 或是整體的這個績效來說 應該會有比較明顯的幫助 那以上就是 我今天針對0050跟0056的一些 操作邏輯跟一些想法 供給大家參考 那也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再見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